新城乡公所荣获112年度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成效平和计划 全国第二组乡镇市的第10名 并且在县政府的申请典礼上接受县长徐正蔚的表扬 新城乡公所社会科长林英辉表示 乡公所积极协助弱势儿童家庭 开立儿童及少年的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 使得相关的补助可以更有效规划运用来确实协助到当事者 新城乡公所荣获112年度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成效平和计划 全国第二组乡镇市的第10名 并且在企业一号在华人县政府升级典礼当中 接受现在许中的表扬 新城乡公所社会科长林英辉表示 新城乡公所积极协助弱势儿少家庭 开立儿童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的账户 但像光补助能够有更有效的规划以及应用 确实来协助当事者 向上何立台表示 为了协助儿童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 提升儿童以及少年平等接受良好教育与生涯发展的机会 协助儿童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的开户 是新城乡公所社会科的重要业务 并获得全国前10名的家机 凡是民国105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 未满18岁的列测低收入户 或是中低收入户儿童以及少年 或是儿少福利机构安置两年以上的私一儿童以及少年 都可以向新城乡公所了解儿童以及少年未来教育发展账户等 申请相关资讯 协助儿童以及少年打造良好的财务以及享养规划 照顾弱势儿童家庭打破贫穷的世袭 记者集合红衣先下回到